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出现了缺血的情况 因此新电捐血室2月23号将在太平宫举办捐血活动 只要捐血500cc将会加震台湾至轻便坦一条 而新电捐血室当天也会同步举办 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全台各地都出现缺血情况 考量到用血安全 协议基金会公布 从即日起 只要近期曾经到过中港澳还有新加坡的捐血人 请暂缓捐血28天 您如果近期内是从中港澳跟新加坡回来的话 那卫福部目前对于捐血这块的限制 是回来过后要过28天才可以捐血 那如果您刚好有接触到新冠肺炎 或者您自己有被诊断出来的话 那也是为了用血的安全 那麻烦您也是隔28天之后再来捐血 另外为了鼓励民众捐血 新电捐血室2月23号星期天 将在太平宫举办寻找500cc捐血人活动 时间是在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 只要捐血500cc 将会加赠台湾至轻便坛 而当天在新电捐血室也会同步举办 不过数量有限哦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吸引更多500cc的捐血人来捐血 那因为最近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捐血量有下降 那我们也希望说提醒民众捐血室跟捐血车 都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我们人员跟志工都会戴口罩 然后我们也都有做一些环境的消毒 那所以这个应该是安全无语的 新电捐血室鼓励身体健康的民众 踊跃捐血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让有需要用血的病患可以获得帮助 借此视频这么起新电采访报道